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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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只包食物 还包水 包甜品 总之全力吃就对了 很爱 非常著名的老直号 汤圆的皮很薄 馅料很多 一口进口 超满足 而且汤圆用的是天然蔬果汁 把南业家经过制作 健康又好吃 糖水可以选择香融的酱汁 花黑糖汤 大好在其中不能错过的美食 就是甜心啦 除了地理位置很靠近地garden 一家餐厅却还可以翻售两种不同的美食 在这里用餐真的是一举两得呀 这里的点心选择非常多样化 大部分的点心鲜肉都采用虾肉 很有口感 而且都是先点先蒸 中常餐桌时都还热乎乎 除了点心 肉骨茶 也是他们家的必点招牌 配料包括排骨 锦针菇 胡柱等 汤头 药材味浓郁 喝起来还带点香甜 文心提醒 最好在早餐巅峰时断钱到 否则人龙可是很长的呢 就在做地点心的各级间 吃完点心再来这里举行大吃 清洁 助藏咸菜 位于包括布海人的对面 每次一开档就会马上出现人潮 不过饭桌率都算蛮高 所以不用担心排队会排很长时间 这家餐厅的招牌就是猪炸汤 糖内的配料包含猪肚 猪肠 烧肉及酸菜 喝起来的口感非常清甜 此外他们也有少猪肉 不过呈现方式与马来西亚不同 他们把烧肉切成包包一片一片 吃起来橡皮的脆脆的口感 中间不肥不腻的脂肪 再加上下面的肉汁真的是人间洁品 如果你来和爱没吃过清洁烧肉 真的不要告诉别人你来过泰国和爱 这一顿猪脚 这飞而脱脂 咬一碗白饭就是完美的一餐 卤猪脚 卤得暖暖的很入味 再配上猪肠 咸菜汤 咸咸的汤让油腻感一嗓而空 绝 还有他们家的烧肉片薄薄一片 脆脆的咬下去咔嚓咔嚓声 简直就是太好吃了 想要吃宵夜但又不想太邪恶 那就来这里吧 这家新鲜滚热汤的半蛋该亚面包 现点先做 嘎鸭甜而不腻 面包柔软 比丝 再喝杯热牛奶 晚上特别好睡哟 如来银厂版美食 鸭蛋冬药银吞面 酸辣的冬药银吞面 再配搭诱人的弹心鸭蛋 超级无敌好吃 辣度可以选择微辣 中辣 或超辣的 店家还会给上满满的排骨 排骨熬到非常软嫩 配搭酸辣酸辣的汤底 好吃 目前合在最大的早市 基本要挂完都需要3-4个小时 在这里可以更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直到合在道地的美食小时 另外这里还有卖很多干货 比如猪肉碎片 蜜枣 甚至有鱼片 泰国腰豆 炒栗子等 很适合买回家当手信 夜市一定是当地美食的积极地 虽然惊味夜市主要翻售二手画市场 不过也有很多摊饭是售卖 美食及小吃 除了最常见的泰式风味小吃 也有西式料理和日本餐等 非常多样化 有一种小曼谷的感觉 听说连泰国当地人也很爱来这里呀 除了美食 这里也非常适合逛街鞋屏 衣服鞋子 首饰都很年轻 适合小哥哥 想姐姐们来 来泰国游玩 怎么能错过品尝麦当兰 贩售猪肉汉堡呢 不管是开在 Central 51 或Liga 等Plaza 只要有时间 真的很值得去尝尝看 这款马来西亚 没有独油的汉堡哦 很多人亲自上门用餐前 都是被Bagabu螃蟹冰盘 迈向给吸引住 这里的螃蟹都不需要 特别费力剥开螃蟹肉 还有很多味道很正宗 泰式料理都很值得点来吃 这是连泰国前两任首相 都特地来品尝的鸡饭 目前已经由第三代人继续经营 优异创始人是两位姐弟 一起经营这家店 所以这家店也称为 姐弟鸡饭店 除了油鸡又滑又嫩之外 他家的烧肉也一级棒 香脆脆皮的空感和咸香味 真是超赞呀 这家餐厅的食物 显得非常多样化 而且价格也非常平民 想要品尝正宗 又好吃的泰式风味的料理 可以来这里用餐 像是东洋片酸的 只有Fried Glass Noodle with Gramey 东洋海鲜 下肉炒饭等 这些都很值得一试 除了Joddy点心外 这家阿嬷点心的选择来得更多 除了现场环境非常清洁宽敞 室内的冷气很适合害怕 沿着天气的人进来用餐 这里的用餐方式必须取得座号后 再挑选一竹笼成装的点心 最后交给柜台拿起蒸热 就可以享用啦 这家燕窝店主要贩售燕窝及仪式汤 还有大草 来到和爱的朋友们 一定要平常泰国燕窝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价格 真的太便宜了 一碗普通菜的燕窝 却只要100瓣就喝到了 而且还会另付生茶 这家摊位就在Ligarden Blaza正对面的椰子冰淇淋 一个只要50瓣 所以很多人都会前来光顾 主要是价格便宜 鲜料又丰富 而且椰肉也很新鲜 摊饭会把剥开的椰子 再把椰水倒出来给顾客喝 服务真的很到位哦 Dairy Queen的冰淇淋 在很多购物中心都可以看得到 看得出来有多少顾客 对于这家冰淇淋 有多大的热爱了吧 一个经典款的冰淇淋 只要10瓣 虽然是来自于美国的品牌 却打入泰国市场 去泰国的话一定要吃看看 从外部透明物涉及到内部装潢 都很适合打卡拍照的 耳利的 除了有爆红 可爱款的猪猪熊熊 流沙包 还有超美味的叉烧 扫鸭等 三个半夜 如果会饿肚子的话 可以来这一家 饮业至凌晨4点的超 著名和爱 夜市脆皮猪肉面 一碗超多料的猪肉面 竟然最少 只要50泰铢 而且就坐落在 New Season酒店的对面 让你在New Season酒店的二楼 Season Massacre 按摩好后再去享用 如果一大早打算逛 金庸Market的话 可以顺道来这一家 位于大巴萨对面的 泰森发 点一份猪脚饭 来试试 超好吃 在和爱火车站出来 然后往左手边走 就会看到路边大牌昌龙的小档口 相当受欢迎 也不贵 一杯彩28 而且里头有地瓜 玉米 黄梨 红豆叶浆等等 超足料的 这家是和爱老字号 他家的招牌 就是自制的牛肉丸 除了牛肉丸 还有鱼丸和猪肉丸 鲜好肉丸 再鲜面条 有黄面条 冬粉和果条面 再搭配自制的调味料 整合胃口 来这家餐厅 不用担心 补回下单 这里的菜单 都有泰语和英文哟 这里的招牌 包括了 炒红咖喱 配椰子海鲜 炒青麦 蔬菜 配蚝油 绿加利鸡 炒翁 煎蛋卷 和红宝石等 陈萝 都是必试 必试的啦 这里的吃法 是炸鸡 配糯米饭 听起来感觉 很奇怪的组合 但吃起来 绝对你想象不到的那么好吃 香脆可口的黄金鸡 咬下去超级多汁 吃嫩的肉 真的看了 都想流口水 这家是还满手 当地人 和游客欢迎的餐厅 蟹肉煎蛋很厚 有大量的蟹肉组成 鸡肉和茄子的干丛林 咖喱很辣 切记配上一碗饭 这样就完美了 来泰国 怎么不提到东样呢 这家疫情前 就非常热门的酸辣东样面 而且口味显着非常多 怕辣的话 点套餐还付送一杯饮料哦 这是一家点心店 由于不是游客常来的地方 所以这里没有华语名 最比较难记得 这里的猪肠粉 锅条和猪骨扒 是大多数人最爱的早餐之一 通常早上会来吃的人很多 建议早点来吧 和爱超微美 打自来是餐厅 餐厅充分利用了大叔的构造 有种在树上 用餐的感觉 预建大家坐在户外楼上 晚上不会闷热 树上还灌满了天灯 非常的有feel 每个角落都可以拍出大片 晚上时间还会有Light Band 脚位虽然比外面的餐厅来的贵些 不管餐厅的装饰设置 只为回家 来和爱 除了美食 还可以来喝杯酒 听听音乐 1819是一家 环境很好的Betro 餐厅和酒吧的结合 整中间还有个游泳池 气氛感超强 调酒很棒 还有Light Band可以听 简直不要太爽 和爱超人气的甜品屋 纯白加木色的家具搭配 整理环境卷页干净偏寒细 世界上非常舒服 食物品价也相当不错的 招牌必点 他们家的绵绵冰 特别是咸蛋黄绵绵冰 不腻也不会是甜 还有其他口味 比如 太奶 芒果糯米 香蕉 甚至榴莲 另外也有卖其他甜点蛋糕 古斯华夫饼等等 不管想吃甜品 或是来打卡拍照 都是不错的选择 芒果超华红的甜品店 Habzai也有 就在Santa 51 Hub在里 必点菜单 芒果糯米冰 泰式奶茶冰 草莓巧克力吐司 和招牌 蜜糖血糕吐司 一间招好拍照的小店 尤其是停在店里的白色小巴士 一眼就让人认出这家店面 里头还有几个不同拍照的场景 爱拍照的朋友一定喜欢 这里主打奶茶 也有卖一些小甜品 蛋糕 可送小点心等 挺高在海边的咖啡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看向大海 很有feel 每个角落 也都适合拍照打卡 尤其设立在海上的 岩形座位很漂亮 食物价格属于偏高 但味道不错 环境很棒 这家咖啡馆已经进去 里头的装修摆设 给人一种很软软的感觉 它在里面特别舒服 很适合拍OOTD照 他们家的蛋糕都是每天新鲜出炉 每一个都具好吃 而且颜值还很高 这对是和爱一家避暑探查的好地方 主打各种口味的汤圆 是汤圆控在和爱必打卡的甜品店 还有卖其他的糖水和甜品 有时还会配合泰国季节性水果 推出限定甜品 味道好 白板也很可爱 环境很舒适 老板娘还会说中文哟 点餐时完全没问题 大马人不管什么时候 很喜欢到我们亲爱的邻居泰国去玩 除了泰国有太多太多好玩好逛之外 当然不能少的还是美食啦 如果你想来一趟轻松之旅 但又想要顺道平常泰国美食的话 相信和爱会是你值得考虑的地方 大家看完这集的影片后 若有任何当地美食推荐 欢迎留言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